遊覽車翻車意外重創國旅 然而時間再往前推 總是有滿滿路客的景點 也榮景不在 觀光業就怕情勢每況愈下 旅館工會理事長賴正義 跳出來向政府喊話 工作人員能夠集中假期來使用 那麼可以利用 忘記的時候多賺一點錢 賴正義直言 目前觀光業最大困境 就是找不到人 如果又收到一粒一休 將會雪上加霜 因此他建議讓加班時速 從46小時增加到54小時 並且以兩劑來算 以因應淡忘記 至於從去年開始減少的路客 也讓中小型旅館業慘不忍睹 看看統計數字 雖然2016年外國來台旅客 達到1069萬人次 成長2.4% 其中東南亞增加了16.8% 但是路客少了67萬人次 可能會讓來台旅客成長趨緩 因此賴正義也向政府表達 觀光占台灣GDP達5% 急劇開發潛力 應該要將觀光局提升為觀光署 三年增加百億元的預算 並且在五年間拼出3000萬觀光人次 記者綜合報導